本期车位相谈 我首先会为大家介绍一台关注度比较高的紧凑型轿车 来自于北京现代的伊兰特 全新一代伊兰特除了名字已经和上一代车型没有任何关系了 全新的外观设计和家族其他成员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看起来非常个性 前脸的设计非常前卫 巨大的中网和头灯连接到一起 外加了大量的折角线条 车身的侧面线条舒展流畅 轴距达到了2720毫米 车内的空间不是问题 尾部的设计体现了极强的立体感 贯穿式的尾灯使用的也恰到好处 车内的改变同样非常的彻底 从此感很强 双联屏的应用也提升了科技感 在动力系统部分上 全新伊兰特提供了1.5升加CVT 以及1.4T加7速双离合两套动力总成 全系共有6款车型 售价区间是99,800到14,800 今年3月宝马发布了旗下 纯电动中型轿车i4 如果你觉得这款电动宝马 还不过有灵魂 那么近期追加的i4M运动套件版本 会比更加很多你的需要 这次发布官图的i4M运动套件版本 是基于宝马i4车型增加的 运动套件版本 其拥有全新设计的前后保险杠 更大的黑色前后封闭式的格身 位于两侧 进一步增加了新车的视觉出击力 那动力方面 宝马i4打载了第五代BMW eDrive电力驱动系统 驱动电机最大功率530马里 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 约为4秒左右 此外宝马i4还将提供i4M高性能版本车型 日前中期改款的大众Polo官图正式发布 新款Polo的前脸设计相比较现款有着较大的差异 前脸采用了贯穿式LED灯组设计紧跟目前的潮流 而两侧大灯的造型也发生了改变 内部灯组结构更加简洁 尾部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全新的尾灯了 变更为大中控高级别车型上的横向设计 让它看上去更像档次 此外前后包围的样式也同步进行了更新 那内饰的部分 新款Polo首先对屏幕进行了升级 比如海外全系标配液晶仪表 低配为8英寸 高配为10.25英寸 同样高配车型的中控屏幕的尺寸 升级为9.2英寸 另一个改变就是空调控制面板 升级为最新的触控式设计